在刚刚过去的一年 作为总导演的华晨宇在海口顺利举办了国内顶级个人演唱会 众多歌迷登岛 一同参加这场盛大的狂欢 演唱会是国内首次采取全员战票的模式 位于海口长影环球100游乐园内 来观看的歌迷朋友可以在全天在游乐园内吃吃喝喝玩玩乐了 像回到了家一样 这也是华晨宇在2018年鸟巢演唱会后幻想的演唱会的模式 如今尽数实现 被采访欲为这是一场不属于地球的演唱会 华晨宇表示新的一年有开演唱会的计划 歌迷朋友们也已经迫不及待了 不知道2022年演唱会华晨宇会玩出什么创新 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